这个酷似神奇女侠的姑娘 有着狂野彪悍的一面 也有风情万种的美 靠着雕刻般见美的身材火遍全网 她把草原上汉子的刚烈 展现得淋漓尽致 她拉得动几百斤的小船 也能背动上百斤的粮食 凭借一件背心和丰满的身材 疯狂吸粉200多万粉丝 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扛着木头做饭后运动 喝水直接拿桶 先扛粮食 手扳轮胎 还能骑马奔腾 下水捞鱼 男人能干的活他也能干 这些力气活 让他拥有了贱美身材 妆容也十分野性 但这都遮挡不住他的一身好力气 为了给马儿准备吃食 他竟徒手扛起一百多斤的饲料 并拉起沉重的大渔船 分分钟就能秒杀普通大老爷们 不过九仪泰 也有温柔女人味的一面 坐在凳子上摘菜 坐在地上 逢向日葵里取瓜子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能上房积瓦搬砖 能下田仲裁做针线活 哪个男人能娶到九仪泰 这样的女人 肯定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本 九仪泰毫无疑问 是大部分人的理想型妻子 不仅有身材有颜值 关键动手能力还非常强 简直可以说一个顶三 有着现实版孙二娘的 杨马九仪泰 到底什么来头 你或许怎么也想不到 如今一身腱子肉的九仪泰 之前曾是一位医生 90后的她是个蒙古人 小时候的她就十分顽皮 经常奔腾在草原上养马捉鱼 与牛羊为伴 童年的经历 让她喜欢和动物相处 爸爸和哥哥都是医生 在他们的影响下 后来九仪泰也走上了 从医的道路 九仪泰表示 自己曾做过近千台手术 并且已经是副院长的候选人 但是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 并没有磨灭她的武侠梦 她毅然决然辞去医院工作 放弃了自己晋升的机会 而是和闺蜜们一起选择 开马术俱乐部养马 而这个决定 却遭到亲人的一致反对 父亲差点因此断绝关系 相处多年的男友 也提出了分手 可尽管这样 心意已觉得九仪泰 依旧不打算回头 一开始的马场 状况百出 若不孵出 九仪泰为此开始 在短视频平台上 发布自己养马日常 一是为了能够挣钱 补贴马场 而是为了宣传马场 没想到视频一出 就迅速爆火 并且得到很多人的喜爱 一举成名 在平台获得了上百万的粉丝 点赞量更是高的惊人 现在两人怎么说 也是个月入百万的成功人士 她是现实版的孙二娘 一年四季只穿一件背心 迅速爆红 但随之而来的 还有不好的声音 挂个腊肉 都会刻意展现 自己傲人的身材 换个灯泡 也要铁胸撅屁股 平日里干活炒菜 也会把镜头聚焦在自己的身材上 偶尔干完活 嫌身子太伤 还会上眼尸身诱惑 坐在轮胎上 用水管清洗自己的大腿 想必九仪泰 也是熟知自己的身材优势 每次出镜 都是画着精致的妆容 试问一个经常夏天干活的女人 哪有时间把心思放在这些形式上 其实明眼的人都可以看出 九仪泰是有团队在运营 虽然刻意在镜头前展现自己的好身材 不过用意宣传自己马场 也是情有可原 喜欢看的人就点赞关注 不喜欢的人就滑走坐视了 梦想和现实之间 九仪泰选择了骑马看世界 如今这位马贵推的马场 已经成为长沙运动健身榜 第一名的马术俱乐部 曾经九仪泰说自己的彩礼 只需要800元 而且十分想找一个心仪的对象 虽然很多网友笑称风险太大 不过九仪泰豪情万种 既有颜值又有实力 怎么会找不到如意郎君呢 那么你愿意和这样的九仪泰结为连理吗